集装箱航运业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 那么本轮新造集装箱出口增长的背后成因是什么 我们继续来看 在宁波周山港 一艘集装箱货船地中海八里号缓缓靠驳 100多个新造空集装箱陆续装船即将运往北美 船舶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除了这样的常规货船 近年以来不少船公司还会安排加班船 专门装载新造的空集装箱补给到海外的港口 可能有部分港口有这种急迫的需求 大概是什么频率 一个月一两条吧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从去年开始 大量集装箱船陆续交付下水 新增运力带来更多集装箱需求 此外 红海危机影响部分供应链 造成短暂的结构性缺箱 更为关键的是 贸易量上升带动了集装箱需求 前两个月 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3.75万亿元 同比增长10.3% 更多新造集装箱装载着货物出口 在两月份我们高峰期来看的话 我们的空箱是在15万8千标准箱 那么到截止今天这个数据 我们来看的话 是已经回落到8万标准箱 那么反映在我们的一个 整个一季度的吞吐量上面来说的话 较去年一季度吞吐量上涨了8.8%